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当然开出我的条件 对不对 我开出条件 我说如果你们谁能做到这个这个这个 那么我就买你的 那这种他没话讲 因为你们在竞争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那种情况下啊 只要说好多个卖方 你要卖给一个买方 你不是跟买方在谈呢 有的时候你的对象呢 不是坐在桌子对面那个人 而是跟你坐在同一边的人 那其他的竞争对手 其他的供应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 你你是居于非常的弱势 那当然是比较难谈 可是反过来呢 如果你是一对一的谈判 有时候不是那么弱势的时候呢 人家提出来要求 那我们用如果去回应 因为他的要求 他也没把握 我一定会答应嘛 他没把握 他只是提出要求 我们讲到所有谈判的时候呢 提出要求就是推推看 推推看呢 你就挡挡看吧 挡挡看 所以第一个呢 你就说 如果怎么怎么样 你不愿意说yes 你不敢说no 你讲如果 你看他有多坚持 然后呢 你用如果去试探一下 在yes or no中间有多少的可能性 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我们要用如果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原因为什么用如果呢 拖时间 拖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呢 我不希望谈判谈这么快 或者说 为什么特别的目的啊 那么我在等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我在配合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政策 所以我用如果提出很多方案 我拖一下时间 拖一下时间呢 其实这个就跟我们下面一个要讲的一样 就是拖时间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呢 就是转移话题 转移话题 那么在谈判的时候有一个战术呢 叫做擦边球 擦边球 那你都用给我 我擦个边过去 那擦边球呢 常常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转移一下话题 转移话题 转移话题就很有很有意思了啊 那么他问我说能不能减价 那能不能减价 我是供应商嘛 那我就说 那如果说你可以把安全系数稍微改一下啊 或者把什么样的技术指标改一下 我们就可以减价 对不对 意思说你如果可以改规格啊 或者如果你可以降低一下你的什么要求 那我们中间就可能可以减价 那他就说 不行啊 那怎么可以降低这个要求呢 于是我就说 不是 我看到一些国外一个新的研究报告啊 这个系数呢 或这个要求呢 其实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 那如果你能够降下来 其实 哎 于是我就把话题转移到国外的研究报告 我谈到这个领域的这个技术啊 或这个科技啊 一个最新的发展 也在讲了这个趋势 哎 我就把他话题转到另外一个话题去 那可能我的小目的想闷他一下 我想怎么样 我可能有别的更高一个层次的一个战术的目的 但是呢 我用如果叫做转移话题 拖时间 and 转移话题 再下个目的 为什么用如果呢 因为如果有时候呢 我是开一扇门给对方 他也是一个开门 那因为常常我们人上谈判桌呀 嗯 我们总是觉得 用我们常用的比喻就是 我必须看到隧道另外一头有光亮 就是谈得成的嘛 你告诉我说 我进来是谈得成的 那如果我进来谈呢 那很多东西可能可以修改啊 什么东西啊 那么如果我知道我进来是投降的 我是欠城下之盟的 那我干嘛给你谈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个 如果告诉对方说 哎 我们的立场是有弹性的 那么如果你能做到什么什么 对不对 我说 比如说嘛 我说 如果你能买两个 或者你们买两个 如果你的买的这个东西多了 那我们当然就可能有一些折扣了 如果东西多了 我们可以有一些折扣 那对方就会讲了 哎 那多是多多少呢 那折扣是折扣多少呢 这中间呢 就是谈判的空间啊 谈判空间啊 那当然这里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窍门呢 我顺便教你一下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你说哈 如果你能买多的话呢 什么的 那么我可以讲 我有点折扣 这是可以的 你不能说 如果你买多的话呢 我们可以减两百块 你不要把你的 你的可以做的东西 先很具体的话讲出来 很具体的话讲出来 人家就一口咬住了 他一口要你要减两百块 对不对 你说你为什么不想减三百 我们不想减四百 你讲减两百 那是因为两百 你是可以减得下来的嘛 那是你预留的一个 让步的空间嘛 你有水分嘛 那既然你已经预留了 两百块可以让步 那你让给我嘛 对不对 那至于我的量多不多 我们再谈嘛 那表示你的立场里面 是有水分的嘛 你非得量给我不可 除非你告诉我说 这是有特别的目的 你是声东击西 你是特别的目的 你先丢个两百块给他 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这个可能是一种战术 但如果你不是特别目的的话 你最好是讲说 如果你能讲什么 我就可以有一点什么折扣 有一点什么折扣 但是我就不是有两百块 这个东西 这个细节 你在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留意一下 那么除了开神门以外呢 还有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用如果呢 我让自己敢先出牌 你想在谈判学界 我们以前讲过 谈判学界有两派 有一派呢 主张先出牌 有一派主张后出牌 那么我比较主张先出牌 你先出牌呢 它可以达到下毛的效果 它可以引导对方 引导整个谈判 很多同学担心说 如果我先出牌 万一输不回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你带一个如果 如果你怎么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对不对 如果 于是我 如果你能给我什么什么 我就可以往东 因为我们常讲说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条叫 升东即西 那升东即西 你是要东还是要西呢 那我说 我们当然要西嘛 假装我要东嘛 那可是如果我要东 我东打出来以后 东打就对方说 好了 东给你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怎么样的把东打出来 我把东这张牌打出来 而且我还收得回来 这样子 我才敢把东打出来 去引导整个谈判 那我怎么打出来呢 我就说 如果你能给我什么什么的话 我就可以考虑要东 要东 那这里面就有弹性了 就有弹性 那么所以在这里面就是 我敢先出牌 因为到时候他没有给我什么 我就把东收回来了嘛 所以我这样子 再敢先出牌 去引导整个谈判 那当然如果呢 那么你说讲了半天 如果在实作上呢 在实作上呢 其实它是一个 切割组合 切割组合 如果你能给我什么 我就要什么 所以你看 像我们常常讲说 很多谈判 谈判的东西 它不是一个东西 它是一组东西 桌上的议题 一定是一组东西 所以你要把它切 切切切 切下来 比如说价格 规格 交货 付款 数量 等等 那这里面一个换一个嘛 对 所以它操作是这样做 如果你要这个价钱 那你的数量就得达到 什么什么什么标准 或者如果你要这种方式的付款方式 那你的就必须要答应 什么什么什么 对不对 这就是每一块是可以交换的 价格是可以换的 规格可以换 付款方式 交货条件 数量等等 它都可以换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是用切割来创造谈判的空间 用如果来操作切割的战术 那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弱者 非常弱势的一方呢 我们常讲弱势一方 少输为盈 少输为盈 少输为盈呢 那么 那么什么少输为盈法呢 那就是我们是不是也切一点下来 有一点保留条款 大部分我答应你 但是如果你能让我保留一点小小的话 那我其他东西都可以答应你 那这个少输为盈 也是用如果这两个字来收场 那最后呢 我们谈一下整体的感觉 你说这如果呢 如果就谈判来讲 如果你能给我A 我就可以给你B 或者如果你不给我A 我就不给你B 那么这句话呢 其实尤其是后面这种 这个字是我们常讲的叫做挂钩 挂钩 如果你不给我A 我就不给你B 你们两一题挂在一块 对不对 那这个挂钩呢 其实它是两个意思 一个呢 增加我谈判的筹码 那么我把原来不在桌上的这个B一题 我把它挂进来了嘛 对不对 如果你不给我A 我就不给你B 哎 一下我增加我的筹码 但是呢 这里面其实也增加了一个A和B中间谈判交换的空间 如果你只有一个A 那你们两个在那冲啊 冲半天 冲半天的斗牛啊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把B一题挂进来以后 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局就活了 这里面呢 就有很多可谈可交换的空间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 所以我们大概整理一下呢 就是你为什么我们讲谈判的时候 if if 如果 这两个字非常重要呢 为什么用如果开场呢 我们刚刚讲过 你不愿意说yes 也不敢说no的时候 你用如果 而且你试探它的坚持程度啊 或者说我今天提出一个对案 相对的提案啊 如果怎么怎么样 我可以拖一下时间 甚至我可以转移话题 用擦边球去转移话题 那么第三个呢 如果这两个字呢 我也开了一扇门给对方 对不对 表示我不是铁板一块 他进来隧道另外一头有光亮的 他是可以谈的 然后第四呢 为什么我用如果呢 因为我让我自己敢先出牌 我敢先出牌 你如果怎么怎么样 我可以出牌 第五呢 为什么用如果呢 那么它在实作上呢 那么就是切割操作 切割交换 你的所有东西 包括你最后弱者的少数为盈 你都是靠如果两个字 有一点保留 那么最后呢 整体的感觉 如果其实它也可以是一个 一个一体的挂钩 一体的挂钩 所以刚刚讲切割嘛 但它也可以一体挂钩 如果你不给我A 我就不给你B 或者如果你给我A 我就给你B 那这个是两个功能 一个增加我的筹码 一个让议题讲活了 让中间有谈判交换的空间 所以这几个东西 可能都可以让各位去想一想 你把我刚刚讲的几个整理一下 你看看 这就是你一定要学会 用如果两字开场 这是谈判的基本动作 好吧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